好 再來我們要帶您關心其他的社會焦點 台南市新營工業區有一間農藥工廠 說在今天一早的六點 發生了這樣子非常嚴重的大火 火勢蔓延讓現場農煙篡天 遠在幾公里外都能有辦法看見 業者向消防人員表示 廠內是存有有機溶劑 一碰上大火高溫會立刻迅速延燒 同時還有不斷爆炸聲響傳出 警銷他們一共出動了50個人在外 為防護警戒 也出動了消防機器人協助 同一時間環保局也到場去監測空氣品質 提醒像是新營 鹽水還有下營的民眾 外出要戴上口罩 爆炸聲不斷整片廠房陷入國海 整座工廠就像個大火球伴隨濃密黑煙 直竄天際遮蔽天空 五號清晨六點四十一分 台南新營工業區這家農業工廠 冒出大火火是燒得又快又猛 迅速吞噬整座廠房 這是農藥的 農藥的 不是你們的 緊鄰在旁的飼料工廠 就怕遭到波及 員工一上班 立刻跑進辦公室 爆出重要的文件資料 而消防員則是拉水線 試圖降溫 消防機器人也同時出動 只不過農業工廠內存放大量有機 溶劑還有農藥成品半成品 一碰到高溫 立刻爆炸助燃 火是從一號廠房延燒到二號廠房 台南市環保局也立刻來現場監測空氣品質 現場暫時沒有測得任何有毒氣體 但PM2.5超標 環保局提醒台南市住在新營 沿水和夏營地區的居民 住家得緊閉門窗 外出也最好戴起口罩 避免呼吸系統過敏不舒服 不過農業工廠一早員工都還沒有上班 怎麼就冒出火苗 釀成大火火掉人員還得再調查 華視新聞劉漢先生 許溫男王軒 台南報導